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开始学习五子齐游戏案例分解 这是本书的第二篇 从这一篇开始,从这一章开始 我们将真正的进入游戏开发,游戏项目开发的环节 在这一篇中主要分为四章 第一章是游戏的项目管理 主要讲解如何制作五子齐游戏的各种文档 第二章是五子齐游戏界面与通讯开发详解 内容包括了五子齐游戏界面的设计与网络通讯协议的制作 第三篇 第三章讲解五子齐游戏的核心算法的设计与各种实现 这里主要还有涉及到如何实现游戏规则的相关内容 最后一章是 就是五子齐游戏的整合测试 主要给出了各种测试用力 文档表格及游戏的测试方法 通过本篇的学习 各位读者可以有效的掌握好游戏项目是如何开发设计与实现的完整流程 并且可以自己动手开发游戏项目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学习第一章 五子齐游戏项目开发所需要做的前期工作 在五子齐游戏项目开发以前 需要做的工作 首先就是需求分析 也是我们前面所软件工程中所提到的需求分析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 我们需要获得用户的需求 并引导用户进行他的需求的说明 同时需要著作需求分析说明书 可行性分析说明书 以及由项目经理做出项目的计划安排相关文档 五子齐是什么游戏呢 我们在做分析以前 就要对它进行详细的了解 五子齐游戏的背景 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内容 五子齐通过跟 在这个项目中通过跟用户的交流 我们知道了五子齐是我国古代的传统的黑白齐 总之一 黑白齐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围齐 它由黑和白两种齐所组成 这就是所谓的黑白齐 大约在南北朝时期 随着围齐一起先后传入朝鲜 日本等地 五子齐在日本又被称作年珠齐 通过一系列的规则变化 使年珠五子齐这个简单的游戏 复杂化 规范化 而最终成为今天的职业的年珠五子齐 同时也成为了一种国际所使用的比赛用齐 五子齐不仅能够增强思维能力 提高智力 而且富含哲理 有助于修身养性 五子齐既有现代休闲的明显特征 短、平、快 又由古典哲学的高深学文 阴阳一礼 既有现代艺学的特征 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又有深奥的技术和高水平的国际性比赛 五子齐文化渊源流长 具有东方的神秘和西方的直观 既有场的概念 亦有点的连接 这些是中西文化的交流点 是古今哲理的结晶 这些都是用户带给我们所描述的五子齐的背景 这样我们就在需求人员在做需求时 就对五子齐的背景有了一些了解 那么我们首先了解了背景以后 我们就要知道既然是齐 那么首先就有齐盘 那么这个齐盘是怎么样的呢 这就需要再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通过跟用户的交流 我们知道了五子齐的齐盘 从围齐是一样的 围齐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它就是由16乘16的两根错综复杂的线条 构成的齐盘 上面有五个点 最中间的一个点被称为天圆 齐盘两端的横线称为对端线 齐盘左右最外边的两条纵线称为边线 从两条端线和两条边线向中发展而纵横交叉 它在第四条线形成的点称为心 天圆和心印在齐盘上 用直径约为0.5厘米的时心响应点标出 这个需求就为我们设计齐盘的界面 提供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它就告诉了你 我们的齐盘的界面 肯定是要完全全权模拟现实中的五子齐的齐盘 也是由16条线和16条横线和16条纵 错终交叉而成 而且必须在最中间的点上 住一个天圆点 和在第四条线上和倒数第四条线上 做两个 做四个心点 好 现在又以黑方用户又继续描述 与黑十黑方为准 齐盘上的重轴线从左到右 用英文字母A到O标记 横行线从近到远 用阿拉伯数字1到15标记 重轴线上的横纵线 纵横线上的横纵线交叉点 分别用横纵线标记的名称 和写成 如天圆就是A78 这样我们就形成了 在描述齐盘的位置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种英文加数字 来描述在齐盘上的位置 这也是提供了一些需求的说明 然后在进一步 我们知道了五子棋盘以后 我们就需要了解五子棋的游戏规则 那么什么是五子棋呢 在这里我们就需要知道 现在我们先不慌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用户所介绍的五子棋盘是如何的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现实中的五子棋盘 在这里我们就不必详细说明了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就是0到15 从这个点就是A到O 那么这个天元就是H8 好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 五子棋游戏中的基本规则 作为一个项目分析人员 必须对游戏的规则 这部分进行详细的了解 否则我们制作出来的游戏 肯定是不满足用户的要求 那么五子棋游戏的基本规则有哪些呢 就是黑白双方依次落指 任一方在先在棋盘上形成了 横的五颗 或者是重的五颗 又或者是斜的五颗 这种连的棋就成为胜利的一方 当然也包含五颗以上 那么游戏中还有一些 禁手的规则 这是这是由五子棋游戏的特征所决定的 这为什么会有禁手呢 用户介绍说 因为人们无禁手的黑棋是必胜 所以说人们不断的采用一些方法 来限制黑棋先行的优势 以平衡黑白双方的形式 所以说这样就对黑棋进行了各种的禁手 逐渐的形成 禁手最简单的说就是形成长年 或者两个活三 或者两个以上的连四 并且这些连四 活三和长年都要包含这一手棋 并且规定 当禁手与连五同时出现时 为黑白黑方取胜 禁手不成立 禁手只针对黑棋而言 白棋它是没有禁手的 例如黑棋常年是禁手 白棋常年它就是算赢 所以说当你走出 白棋走出五克以上 它就是赢棋 而黑棋走出五克以上 它是输棋 这个地方一定要明显的注意到 所以说在判断游戏规则的时候 就提醒了各位程序设计者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必须对颜色进行先判断 或者是先判断长年 然后才要必须判断颜色 才能得出游戏的胜负 好 除了这以外 这期介绍了由于五子起游戏的基本规则以后 用户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 比如说用户他会需要一些网络通讯 由一台 由P2P的就是用户点到点的 就是一台作为服务器 一台作为客户机 服务器默认为直黑子 同一时间只由一方落子 另一方等候 当任意一方有联伍时 电脑自动通知另一方获胜 并提示 而且如果当任意一方有 相反就是用户他这里只描述了对联伍的操作 但是话又可以反过来说 就是如果有一方黑方出现了禁手 那么就是白方胜 这个时候也会对 会通知另一方获胜并且进行提示 提示包括用户为什么失败 以及用户如何成功 玩家如何胜利如何失败 有玩家辞黑落黑子时 被禁手 那么他就是失败 而白方超过年五或者是年六十 他就是胜利 并通知另外一方 而且在双方网络对异模式下 在玩家落子以后 可以选择合棋 比如说有一方他觉得我这一局 怎么下我们都是合 或者是求合吧 求合就是有一方觉得他不愿意认输 他愿意合棋 那么首先就有玩家 向对方玩家发出一个请求合棋请求 然后由对方玩家决定是否允许当前玩家合棋 在当前玩家得到对方玩家的响应消息之后 才能进行合棋与否的操作 所以说当一方发出合棋请求后 另外一方可以允许或者拒绝 但这个时候游戏处于暂停状态 这里是用户也特别说明了 好 大概了解的用户的需求也就是这样 当然我们就要开始制作游戏 读止其游戏的需求说明书 无止其游戏不断要满足用户提出的要求 同时也要考虑其性能 因此在游戏开发之前 需求分析和可行性分析 是这个项目开发的基石 那现在我们就至于来说如何做这个需求文档 文档它肯定会有一些标准的格式 大家可以参考本书的7.21节 需求分析说明书 这一个详细的文档 来进行了解 文档的格式 可能有的大部分 每家公司都不一样 但是主题的内容差不多 这里大家可以借鉴一下本书的7.2.1节 在做完需求分析以后 我们就要做可行性分析 就是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可行程度进行分析 以便管理层对资金 以便管理层对资金及技术的投入进行决策 笔者对本项目的分析 在本书的7.2.2节有详细的说明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些都是一些格式性的文档 在阅读时 大家可以模仿这样来制作一个项目的可行性说明书 大家注意一点 在可行性分析说明书中 一定要用数字和数据来说话 不能是空口而说 而且对于什么开发环境的软件 以及硬件的要求 也必须是详细的列明 这样就对决策层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 同时对于分析中所提到的 那个技术可行性分析 也是要一定特别说明 因为只有把技术分析做好以后 你才知道我们公司能否做 可不可以做 如何做 这些内容 最后就是要列出 整个项目的收支 收大概的收支如何 以及一些法律性因素 最后我们需要得出一个 记住可行性分析报告 最后一定要得出一个结论性的意见 任务 在这个项目可行 能不能实现用户的全部功能 这些内容都不是必须在最后的 说可行性分析说明书进行说明的 那么下面分析完了之后觉得可行 那么我们就开始制作项目计划安排 项目计划安排 要就是提供一份合理的进程表 来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 项目开发计划要让所有的开发人员 任务明确步调一致最终共同准时的完成整个项目 我们无止其游戏项目中 的项目安排 一般像这种小项目最多也就四到五个工程师 四到五个人员参与就可以 可以由测试工程师一名 开发工程师一名 分析师也可能一名 也可能是由项目经理兼职 对项目计划进行安排 但是一定要注意在项目计划安排时 一定要把项目的时间安排的紧凑 但是也不能说 也不能说完完全全的就很紧的一天一天赶一天 也必须给比如说有些时候的一个文档的设计 可能只有一天 但是我们一定要给出两到三天的时间 因为其中有一些评审的工作和回溯性的工作 制作完项目计划安排以后 那么我们就要开始制作五子棋的盖要设计文档 在盖要设计文档中 需要对五子棋中的术语进行描述 同时给出我们要实现五子棋中哪些功能 比如说在这个项目中五子棋中 我们需要对联伍的胜负方进行判断 并给出提示即禁手这件提示 而且要支持 网络端口 以及 网络对战等等 同时在盖要设计中需要列出整个系统的框架功能性框架 这样以便后续的开发者也大部分时间后续开发者有可能是设计者也有可能不是设计者 这样他才能知道游戏的整体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五子棋游戏中 他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我们要对五子棋的概要进行描述 那么其中需要描述的主要部分就是它的规则部分 因为实现了规则就实现了五子棋的功能 那么在五子棋游戏中 它的规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连五的盛方的判断 在这里我们列出了连五是怎么样的 有一种是横的 还有一种是斜的 当然还有一种是竖着 A图就表示的就是一种横的方式 而B图表示的就是一种斜的方式 在这个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的连五就是当五颗棋子连成一起的时候 它就叫连五 它就是获胜 不管黑方还是白方 它都获胜 而对于游戏中的禁手 我们也给出了一些判断 但是禁手前面的需求中已经明确说了 需求中说明 禁手是对黑方的判断 只有黑方才有禁手 这是为了限制黑方的优势 这里图中也列出了两种简单的禁手模式 一种是三三禁手 还有一种叫四四禁手 那么禁手我们应该是在落子 在黑方落子以后进行判断 禁手中有这种简单的禁手 我们这里三三禁手可以看一下 当然所谓的三三禁手 就是有两颗黑旗 加上两颗树的黑旗 当它们在同一个点上进行落子的时候 两个都为三的时候落点的时候 那么它就形成了三三禁手 但你这里要注意 三三禁手必须是在这下方 没有棋子在这个位置上 也没有棋子才叫三三禁手 如果说这里有棋子 或者这里有棋子 它都不叫三三禁手 这里要明确的一下 四四禁手同样 它也是由三颗不同的黑旗 还有三颗 一共是六颗不同的黑旗 在横的或者是斜的 或者是竖的方向 当落下第七子的时候 形成了两个四连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四四禁手 这需求中用户是明确说明的 这时候我们需要在概要设计中 把这个规则进行描述 这只是需求概要中的规则部分 当然还有一些支持网络对战的部分 在网络对战中 前面已经说过了 就是能够支持两个玩家 进行联机交易 同时也支持核棋操作 而且一方玩家可以进行选择 或者允许核棋 或者不允许核棋 好 现在看完需求规则部分 我们再来看一看 游戏的主要功能 在概要设计中 需要列出游戏的主要功能 这是方便 开发者能够很醒目的了解到 整个游戏的功能 具有整个游戏具有的一些功能 这样它才能够设计出一个完整的游戏效果 才能开发出好的游戏 那么在网络游戏 无子棋游戏中 它的主要功能分布分为六个 首先 它所需要的功能就是 能够输入服务器的IP地址 然后第二点就是 能够选择先手或者后手 所谓先手后手 在这里我们需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 就是谁先下 就是谁先着黑棋 就是所谓的先手和后手 着黑棋称为先手 着白棋称为后手 那么除了这两个功能以外 它还需要有网络交互的功能 这里的网络交互指的就是 允许合棋 不允许合棋的部分 然后还有游戏规则的判断 这功能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联伍的获胜 或者尽手的判复 以及 以及其他的一些 游戏的规则 比如说 什么地方不能落子 什么地方可以落子 这些规定 它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则判断 然后还有就是 能够具有退出游戏的功能 在游戏中 有一方不需要玩了 他不想玩了 那么他就可以退出游戏的功能 同时还要支持游戏版本查询号 版本号的查询 这以及等等的功能 因为有了游戏版本号 他才能知道当前游戏的版本 对于以后的升级很重要 在这里 可能有的用户 有的读者会说 为什么他只有这几个功能呢 其实还有一些功能 在这幅图里面 他没有描述出来 因为这是主要的一些功能 游戏所具有的功能 比如说 还有一些绘图的功能 有棋盘绘制的功能 棋子绘图的功能 他这些都属于一些 辅助性的功能 不是游戏中 我们所要专注的功能 而绘图 以及有棋子的绘制 它都是由一些 绘图函数来进行的 所以这里就不再提出了 以及还有我们所谓的 音乐的播放 在网络无子球技中 重点专注于 网络的处理 以及游戏规则的判断 这才是他最核心的部分 好 看完游戏的主要功能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 在五子棋游戏中的 主要流程 在这个流程 就是整个五子棋游戏的 娱乐过程 就是玩家点击开始以后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开始游戏了 当然游戏中 这部分 它就是游戏的核心部分 而这一部分 为游戏准备部分 最后是游戏结束部分 那么游戏主要流程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来走一下 首先看中 看到前面它是说的 选中了菜单中的开始下 就是开始游戏 然后在时候会弹出一个 选择网络类型 为客户机设置主机IP地址 进行网络连接的对话框 然后主机默认为黑色 客户机为白色 然后这个时候就进入了一些连接 连接成功以后 这里面它就没有明确说明了 就是机型连接 连接成功 这个虚显就表示了一个连接成功 因为大家要注意 这是主要的流程 不是说详细的流程 然后它由黑方开始落子 然后根据游戏规则落子以后 就进行判断 然后是不是 看是不是有什么规则产生了 如果有什么违反了什么规则 或者是不是根据不规则落的子 如果是 那么就传送数据到客服机 进行客服 等到客服机的反馈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在客服机又是另外一个客户端 它就是由白方开始 这个时候也可以开始落子 落子以后 它就根据也进行规则的判断 看是不是白方有连舞出来 当然这里也说了 根据规则判断就是说 是不是有黑方有连舞或者禁手出来 这里根据判断 它也是一样的 是跟判断白方是否有连舞出现 如果没有 那么我们继续传送数据到主机 等待主机的回复 然后这个是由黑方开始落子 落子以后 它就又根据规则进行判断 是否有连舞或者禁手出 如果没有 那么就是一样的 是一个循环过程 然后就是由白方黑方交替 不停的落子 这个时候当有一方 比如说我们说黑方落子的时候 出现了连舞 然后它就会 它就达到了条件 就是 那么就达到了游戏结束的条件 那么就通知结果到客服机 游戏进行结束 这个时候就盼黑方胜利 同样 在游戏中 如果有白方出现了连舞出现 那么还是是 那么它就会 也会导致游戏结束 通知结果 然后这个游戏 就整个就有盘定白方胜 那么同时要注意的是 在这里 黑方的判断规则要多一些 这是我们在游戏中制作的时候 要根据颜色来进行判断 黑方不仅有连舞 还有禁手 而白方只有连舞出现 就是获胜 没有什么禁手 所谓的禁手判断 那么在黑方出现了禁手的时候 我们就判断它为负 这时候游戏 自然它输了 那么就是白方胜 那么根据游戏规则 我们就游戏结束 通知结果 就获得白方胜 这个条件 在了解完主要流程以后 我们就来看一看 游戏中的另一个 很重要的内容 它就是游戏的界面设计 因为一个好的游戏 它不一定要除了内容好玩以外 而且一定要有好的操作界面 因为有了好的操作界面 才能吸引到用户 才能让用户 能够 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游戏 它都有很华丽的界面 虽然它的内容可能不好玩 但是它的界面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华丽 这就是吸引用户的 一个主要的方法之一 而在五指球域中 由于本游戏设计比较简单 也是属于小游戏类 那么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 是不是用现成的平台来进行设计 这样既不用付出太多的代价 同样实施起来也比较快一些 那么我们怎么来做到实施快捷 并且不用费太热力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Windows 默认的菜单和对话框 这样既美观又大方 而且它还可以随着系统的 不断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在本游戏中 在五指球游戏中 我们采用的就是这种 简单的方法来设计操作界面 那么在游戏设计中 我们对操作界面也有一个文档的描述 被称为游戏界面设计文档 它是在游戏开发中所特有的一种文档格式 主要是采用了图文并茂的方式 来描述游戏中的操作界面 这样不仅游戏开发者能够知道 游戏实现以后应该是什么样的界面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 同样也能够让用户知道 所设计出来的游戏 是否满足其对界面的要求 在游戏界面的操作界面文档中 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把游戏的菜单结构 以及一些主要的界面进行描述 并且加以提示性的语言信息 这样就能够方便开发者和用户 下面我们就来再看一看 我们这个游戏的 如此级游戏的设界面是怎样的 首先这个主菜单 是采用了标准的Windows菜单模式 它具有三个菜单项 一个是开始游戏 一个是核棋 还有一个操作就是退出游戏 这样就是具有了游戏 刚才前面所说的基本功能 而在设置对话框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网络通讯设置对话框 在框中可以选择当前机当前程序 可以为服务器 也可以为客服机 而在IP地址中 我们需要填入一个主机的IP地址 当然主机它是 如果它本机作为主机 它就不需要填写 只需要把端口号进行填写 而作为客服机 就需要知道主机的地址 而填入主机的IP地址 以及端口号 然后进行链接 这样就可以链接上服务器 进行通讯 那么到此为止 我们所讲的就是一些游戏的准备性工作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需求分析 要只有做好了好的需求分析 才能够设计出用户满意的软件 如果需求分析做得不好 那么游戏设计的风险就越大 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导致项目流产 如果同时希望读者 能够对前面这些文档进行详细的阅读 能够自己编写项目的 能够自己编写项目需求说明书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游戏的开始了 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游戏的详细设计 游戏详细设计的目标是什么呢 游戏 无止其游戏详细设计的目标是为了描述 如何实现无止其游戏项目需求分析 得到的克服功能要求 在前面的BIO设计中 我们已经进行了大致的了解 但是在详细设计中 必须明确的提出游戏的功能结构 以及各种名称的定义 制作详细设计的目的 还是为了指导我们后续的编码工作 明确的说 就是某一位软件工程师的设计 软件设计师的设计 拿给不同的程序员去写代码 写出来的程序处理流程相同 使后续的评审或者有人替换时 只要查看详细设计文档 就能够清楚软件设计师 当时是怎么样设计这些游戏流程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一下 无止其游戏的功能结构 及名称定义 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 这就是列出了 无止其游戏的软件系统内的 每个程序的 每个程序包括每个类 以及函数的名称 标示符及其层之间的层次结构关系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无止其一共分为 基本分为五大类 一个是最基础的网络通信类 它处于整个游戏的最体层 负负游戏数据的传输 以及各种数据的网络交付 而在其上就是网络通协议层 它是负责协议的打包 解包 以及加密或者解密工作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加解密 只需要打包和发送 接收即可以 打包和解包 以及数据的发送 数据打包发送和打包解收 就可以 而在网络协议之上的 就是窗棋盘窗口类 这个类实现了游戏的大部分功能 以及算法 以及还有图片的显示 以及棋子的落子等等判断 及其他含 调用其他的函数 这些东西都在一面 而在棋盘窗口类以上的 就是两个独立的类 一个被称为设置对话框类 和游戏 它就是负责 游戏中的各种设置 主要是网络设置在这里 还有就是游戏规则类 它就是负责游戏规则的判断 顺负的判断这些功能的 好 除此以外 在详细设计中 我们还需要描述 网络通讯协议的设计 网络通讯协议是整个 五子棋游戏的核心类之一 主要负责 处于网络的倒数第二层 主要负责游戏的封包 以及解包工作 分析五子棋的需求 我们可以得到 在游戏中棋子如何定位 首先就要考虑的就是 坐标 即棋子的位置 然后就是游戏中的控制信息 例如我们发送核棋的时候 如何控制分析 能够分析这个核棋 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还有其他一些扩展信息 例如游戏以后 我们可以增加一些 聊视频功能 或者是聊天的功能 以及其他一些操作等等 这是为了适应这种 三种不同的结构 我们就不同的信息类型的传输 所以在信息类型 在网络通讯协议中 就必须设计 不同的数据结构 它包括了数据的长度 消息类型 就是真正的数据展 大家可以参考本书的图8.2节 大家了解详细的通讯协议 而最后我们把交互界面的设计 放在详细设计中 也是为了方便 我们如何来设计一个 好的交互界面 首先我们会遇到的 就是一个菜单的设计 菜单设计在前面的界面盖 界面设计中 插入设计中已经大部分具有了 一个框架性的模型 但是并不是详细的内容 所以说这里我们必须 把这个详细的内容加以提炼 把它分为了三个 格局前面的操作 盖亚我们把它分为了三个菜单栏 就是新游戏菜单栏 核起操作 以及退出菜单栏 那么这三个栏分别具有的功能 就是当用户进行主界面后 需要这个菜单 新游戏菜单来开始新的游戏 需要而且在开始新游戏之前 需要对网络进行设计 而核起操作菜单栏 就是由游戏一方提出 用于提前结束游戏 相当于提出方认输的这种操作 并重新开始新一轮游戏 而退出菜单栏 就是当前用户不需要在玩游戏时 直接退出整个游戏界面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如何开始设计 说到这里 我们就要先建立一个 项目工程 现在我们来看 如何开始这个项目工程 首先启动我们的 维修C++开发工具 新建一个工程 然后给工程取一个名字 在这里我们的项目工程 在这里我们取名为 五指期 等级OK按钮 好 选中 Dialog Base 然后点击Next 那我们因为要使用网络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到WinSocket 进入点击Next 最后点击Finish 这里就完成了对话框的创建 好 现在我们来把这个对话框 给创除掉 首先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菜单 我们根据需求中 所描述的菜单 先建立一个 import insert 一个菜单进来 然后点击6 这个菜单去放个名字 叫主菜单 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这上面 取个名字 叫游戏 这里错了 不应该叫游戏 我们刚才刚才已经说了 要明确按照操作 设计文档来做 这里应该叫做 操作 把它分开 然后新建紫菜单 一个紫菜单名称为新游戏 然后是合棋 这时候为了美观 我们尽量把它对齐 上面一个 这样我们把它对齐 上面一个 这样一个 最后就是退出游戏 好 这样子 它就做出来了 大家注意的时候 这里的菜单名 每一个都不是 我们所要的 私游系统自动生产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 给它重新取名 没 首先 我们先 Lock 好 然后 勒 下 车 车 这样保存 好,我们的新菜单就设计完了 但是刚才大家发现没有 其实上我这样的设计是比较 这里我们需要根据规范 来把这个名称重新定义一下 好,现在完了以后 我们就需要给这个菜单进行加载 怎么加载呢 我们在对话框中 选择属性 把这里给它加载进来 这样在游戏开始之后 它就会自动被加载进来 然后我们通过 内向档给它添加响应函数 好,现在减加完毕 我们可以在类的实现中看到 添加的函数是不是在里面 这里看到 添加的函数在这里为止 添加的函数在这里 好,现在我们就来实现这些文件 首先我们来实现退出函数 退出函数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调 几类的 cancel 就可以退出函数了 6 新游戏菜单 我们需要首先 照用 色字对话框 在这里 我们暂且把色调框 命名为 本类的一个指对象 将它的模式弹出对话框 当它顶记确定以后 我们就可以调用 new game start 这个游戏开始 接口函数 这个m ishost 是mstat 对话框的 大力量格中的 一个成员变量 它描述了本是 主机 还是 客服机 差别 然后调用这个类 开始就可以 开始新函数了 开始新游戏 同样 核棋 核棋 我们也需要 游戏提供一个接口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 在菜单中 调用 这个核棋函数 当然现在这些函数 都还没有实现 我们将在后面的实现中 后面的讲野中 进行实现 现在 只是为了这个方便 我们把这个实现的内容 全部在菜单里面 把它调用 好 这样我们就 看到了这个效果 而如果我们需要看到 这个菜单效果 可以 点击这里 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好 现在我们完成了 菜单的设计 那么我们再来开始 我们刚才所说的 对话框的设计 网络设置对话框 的设计 那么怎么设计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 资源内中 加入一个对话框 让它的质体改为送体 好看一些 这里是个 这个对话框建一个类 然后我们把这个类 这个对话框给拉大一点 因为现在比较小 然后来制作这个对话框 按照界面设计中的要求来制作 在大家在这里 看到的界面效果 可能和本书所讲的内容 所讲的界面效果不太一样 这是因为我使用了一些 我使用的只是不同的插屁主题而已 所以说大家不必在这里认为 我这里要好看一些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因为这就是选择 选择Windows标准空间的好处 好 我们把这个OP按钮改一下 好 现在我们可以自行看一下效果 就是这样对话框 然后把OP系装进去 好 给它去名为host 然后复制一下 好 给在这里 好 给它 回来美观一下再拍个板 再拍个板 还需要一个端口号 再拍个板 所以把这个加一下 接受number 就是接受数字 这样保存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 效果 看这里就把这个遮住了 这需要看一下 再来看一看效果 这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目标 色尾更好看的一下 其中 好 用项目类对话框 向内向档 然后给这两个对象 建立两个相关的变量 设定一个最大对象 然后保存 好 好我们就来现在就来实现它的类 那么我们要实现哪些函数呢 首先我们要实现它中其中的OK函数 和取消函数 我们首先要再点这样想吧 那你再点击了确定以后 就需要把IP地址和端口号给记录下来 那么我们就需要 然后再点击了一个是TrainRate SizeTrainRate 一个IP地址和Code 然后我们更新 数据导编量 把IP地址得到 然后也得到短口号 把它合适化出来 最后我们就会判断一下 因为前面不是我们有个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 在头文件中生命一个 Hoot是否是主机的标示位 这里我们可以用Bird形来代替 并在初始化的时候 设置为Forth 然后我们先判断 这里我们的判断是否是 如果是主机 那么我们就需要 把相应的 数据写入到配置文件中 它的host接着 put boot 端口 当前步入下的 config inni 否则 我们认为它是 客服计 也就是clan ip ip 按下吧 put 端口 也写了 然后返回 这里要注意 我们写的这个配置文件 是怎么样的呢 这里我们可以 先自己写一个配置文件 来 来 定义一下 这里 需要有的是 pust 有一个 urt 这里我默认为是 1万吧 clan 我们这里把它保存 这个配置文件 保存在哪呢 我们需要保存在当地 先准备 先准备一个 bing文件夹 放在这里 把另一个 拆备一个 好 有了这个配置文件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就可以进行写入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还需要实现的是哪个 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判断 host 那怎么是知道用户选择了host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需要使用内向档 把另外两个空间给选出来 当用户选择的时候 当用户选择host的时候 当用户选择了客服机就是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里 当用户选择写进 可以让 穿口显 IP地址输出 因为选择主机的时候 我们可以get这样考虑 选择主机的时候 因为不需要输入IP地址 它就是本级IP地址 而输入客服机的时候 是需要输入IP地址 这是我们的方便 就在输入 选择用户的时候 把IP地址输入框激活 这里激活 而选择主机的时候 不让它激活 它就没有办法输入IP地址 默认的就是本级IP 这里激活它 然后读取配置文件 HPIN地址输入 可以调用这个API函数 然后是clin节的IP段 这是默认的defical就是空 就是没读到 然后把它读到 str里面 文件是 它的最大文件是127 这样 127变得把它读爆 这样 我们就在最后就是文件名 好 获得以后 就把MIP set Windows test 把这个数据给设进去 然后把 它自空 同时又除了IP以外 客服机 还有put 还有端口 还是默认为空 这样 当用户点击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把这些数据读出来 并设置进去 然后 更新 修设计 显示 而当用 这时候就把它 这时候要注意 这里就把它设为了 等于forced 而当用户点击组织 首先第一个就是 也是一样 首先我们进一个 是Trinade 恰行的一个字符 一个数据 用来存储我们后面读到的 端口号 那我们这里首先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 Amin is a host 设置为True 然后把 从 数据里面读出来 这里读出了host 接 IP 断 还是一样的 文件来自于当线路线上的config ni 这里注意我们这里可以不用IP段 在host 在配组念中我们刚才忘记了 加IP段 我们这里把它加进来 127.0.0.0.1就是默认的 住本基地保存 然后把它关掉 一样的把它重新自封 然后再 我们下转换 我们下转换 这样的时候还要注意 这些都是按键的响应 但是在初始化对话框的时候 是差一个东西 因为掉到对话框的时候 它就会进行初始化 我们去把商业前的数据给读出来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掉一个初始化函数 选中初始化消息 添加方法编辑 这里告诉你可以添加在这儿 这个时候我们就默认设置连接的是主机 在这里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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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就把配置文件做好了 在初始化的时候,他就会先把 OPS 作为首选菜单 首选按键 同时执行 OPS的相关设置 叫本乘数抗皇数 那 现在 我们就把菜单 和对话框 基本设计完毕 那么下面 我们再来开始 设计游戏窗口 在这里 我们需要讲解它的设计 思想 因为它是游戏 不止于游戏的核心算法 所以说我们这里需要 讲解它的设计思想和实现方法 棋盘窗口内 是 整个游戏的核心之一 它主要负责了 显示棋子和棋盘 还要接受用户的输入 还要接受用户的输入 这些都是 比较复杂的处理过程 那么 它的设计思想 我们在这里需要详细的谈一谈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棋盘窗口内 应该具有哪些功能 它应该是能够显示 棋盘和棋子图片的 这是首要的 然后第二 是能够接受用户的输入 第三 是把用户输入的坐标 转换为行列数据 全充到棋盘数据中 并进行显示 第四 是能够处理来自 网络通讯的各种数据 比如说 网络中来了 核期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转入 调入核期过程 如果来了其他的数据 棋子数据 那么就要把当前的棋子 写出来 并转换到当前用户自行 同时 还要调用 它还能够能调用 规则类对象 来判断胜负 最后 使能够 在游戏结束后 把棋盘上的棋子清空 好 现在我们就看 如何来实现这个棋盘窗口类 首先我们来新建一个类 提名为Cboard 然后让它继承于CW窗口类 WNT窗口类 单击OK OK 然后编辑头文件 增加一个绘图函数 增加一个消息颜色表 然后实现这个函数 先实现这个绘图函数 好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要注意 我们需要把 加在一个图片资源 在这里我没有把图片资源加在进来 现在我们加在一个图片资源 从哪里加呢 这个图片资源 前盘 7盘 这是7盘 好 先创建一个savedc 获得这个DC和当前显示的DC 然后装进一个内层DC 然后从这设备DC中建立这个内层DC 然后装载起办 将这一个BMP图对象 采创这些绘图 再入刚才我们加载进来的 入階创这一个结构 新変调 子供 Hello C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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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好 把这个写上去 相当于把那个图给去掉,把那些全位F的图片给去掉 然后图像显示,例如全位F的就是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座标 在这里刚才我刚才忘记说了 这就相当于把那些图片中所谓的那些颜色 就是那些边框,这里没有看到 我们再把那个两个棋子给加进来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棋子它就是 它就有一些数据 它就是蓝色,贴蓝色的 你就可以看一下,它就是这样的数据 就是在图片贴上去的时候 它就会把在周围的那些红色的区域给去掉 然后只剩下中间的黑色图片部分 这就是刚才这个函数的作用 Pablo都会正在周围的中间 这里不是转肢,但是今天有绁 quá 看 dispos 后面C guer好像Singo 字幕就还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12它是那个 它是那个 其实在图片上有12个字 有12个字符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清除掉 它是从左往右x的增长 而y是从0向下增长 那么我们刚才这里加12就是为了跳过这些图片区域 而每一个棋盘每个空隙我们是用的25个字 25的像素来代表 而84是一样的道理 它就是y 左标从上到棋盘的数据 偏移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那个点 刚才我们这里忘记提了 我们要首先还要创定一个 cImage list对象 它是用来加入这些图片的 那么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进行初始化掉 我们先创建一个24x24的 两个的位图加mark加研码的位图 然后 创建 一个黑色位图 白旗子的位图 然后dmp 然后再入 再入到这个list中 然后采用的研码是 就是把红色部分给去掉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资源图片栽进来了 加在Image里面 然后在这里 Image就可以根据当前数据 这个mdataxy 中户可以这样理解现在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它是一个棋子数组 如果等于负一就是它 不等于负一就是它有数据 那么就传相应的代码上去就可以 我们把Wide会出来 会在哪呢 就会在Mdc内存dc中 然后根据XY的数据 如果是0 现在我们可以默认这样 0代表的就是数据的第一个Mdata 0代表的是黑色 而1代表的是白色 把它绘在当前坐标上面 这种类型 这样就完成了图片的绘制 然后这个时候它只因为这个时候绘制的图片其实只是在类型之中 所以说我们这里还需要把它再传位置到设备dc上 好 这样就可以完成图片的绘制 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图片的输出 它会根据棋盘 好 绘制完成以后 我们就来实现游戏其他游戏棋盘内的其他功能 首先我们在设计中已经提到过 我们要需要的一些功能是哪 是 首先我再可以它能够清空启盘 那么我们先要创建一个清空启盘的函数 还有就是能够设置当前玩家的颜色 那么在这里要注意 效射的玩家颜色 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对象里面也定义一个玩家的颜色 当前期盼中游戏玩家的颜色 这个成员变量 然后既然有设置 那么当然也就会有 一般我们把这些成员变量放在 私有函数里面 私有设置里面 先有get set 那肯定就是get 同时还能够设置等待标志 因为有可能你网络传出数据之后 就 就要设置等待 然后 以及设置期盘数据 以及在落字以后 在置定位置上 绘制期盘 绘制期盘 绘制期次数据 好 有了这些寒数以后 我们就来 这些功能寒数以后 我们就来一一实现 首先是清空期盘 是清空期盘 这些功能 是清空期盘 所以我们就来一步 我们就来一步 好 这些功能 就是清空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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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全部设为-1 就是没有数据 然后把等代表之位也设成 这里刚才我们忘记了声明 起盘速度 这里不在这里设 我们这是一个全局变量 在其他地方都能够都要设计到 所以说我们这里把它声明成一个外部变量 除了这个清空以外 我们还有是做玩家颜色 然后会设置起盘数据 这是双变 在落子时调用 现在我们在这里把它实现一下 1 1 2 1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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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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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2 3 5 5 5 6 6 6 2 2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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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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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7 7 8 8 8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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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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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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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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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接触盘数 那么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全球变量 提盘数据给它放在外面 申明一下 这样在这里面才能使用 首先我们来判断一个简单的 判断 有一个人或者是 两个人 把这个颜色因为判断只判黑色 所以这也蛮颜色的缺点 就多了 判断这样的如果都存 有一个存在 那么它为税有坚守 否则没有坚守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连误 我们要对判断结果申明一下 不然我们定义成一个红 这样使用的色彩比较方便 连误一下的判断 然后是重向的判断 然后是判断 写一下子 这也不是 然后是判断 然后是判断 所以我们要不判断 然后是判断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认判断 那么多判断 就完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认判断 这个意思 我们要不判断 我们要不判断 那么都没有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判断 根据颜色 如果等于黑色 这里也是一个红 黑和白定义在全局投入件里面 同时也可以把刚才我们的 都定义概念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实现下面的两种建设 这里就不再多些详细讲解 大家可以参考本书相关内容进行了解 这个我怎么拿输进去 以及33建设 空一个空两个的详细建设 这样规则类就实现完毕了 然后我们再来实现网络通讯类 我们采用异步函数的方式进行处理 异步准数的方式进行处理 然后我们需要他的哪些函数 就单位主机时我们需要他的监听函数 然后把这些类实现完以后 我们再来 这些接口函数实现了以后 定义了以后 我们再来实现这些接口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创建这些函数的实现 这和我们再来实现 有一个函数的函数 这和我们再来实现 嗯 再到主框口 调用页面的accept函数 这样就调回去了 跟窗口别连的函数 然后设置窗口 titan窗口为force 实现其他的几个函数 titan窗口 刚窗口关闭时 就认为是对方退出 好 在这里我们就为了节约时间 再描述 大家可以参考本书的原文件 代码进行了解 那么 到这里我们还要注意一下 就是 我们 在传递消息中还要定义一些自己需要的消息 比如说当前是 按键消息 还落子消息 还有 转型移动 还有请求的 合期的 还有同意合期的 拒绝 拒绝合期 拒绝合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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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拒绝合期的 拒绝合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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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是用以以后 比如说这个开发要偏程去的时候 进行扩展或者做其他用途 好 那么现在我们最后又跳过头 来实现我们前面所讲解的 按键响应销C 不是按键是鼠标 这个函数的消息放在里面 然后最后来实现这个按键 详细的实现代码大家可以参阅 在本书的相关章节 这里我们直接从原代码中拷贝过来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实现一下 本书的组对话框的函数 那么在前面我们已经对这个函数提醒过一些编辑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前面的函数提醒完善 先把setup.h加进来 然后是connect.h加进来 然后是connect.h加进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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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错了 然后 证明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还要在这里面提供几个其他函数 我现在要用这个函数的 参与 然后再证明一个函数的 這些我們都把它拷貝過來 放在這裡面 我們需要使用這些 還有就是我們需要有一個組裝口類 我們來實現這些函數 我們需要用這個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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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发送的 还有 我们下转 然后我们还会需要另外两个减轻套几字 连接标志位 现在从最简单的reset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两个端口关闭掉 reset 然后new start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主机的选择 当前是主机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两个端口关闭掉 电线装口 如果是客户机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两个端口关闭掉 我们会把这两个端口关闭掉 我先把他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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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卡 这个列阵风 然后设置当盘 当局棋盘 清风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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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風棋盘 i know you 同样 消息啊 然后就是发锁 按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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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的 1 2 2 3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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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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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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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9 1 2 3 6 7 9 10 10 这里要注意,我们要把棋盘窗口内加进来之前,需要注册这个窗口,因为在Windows上,棋盘窗口内是不能直接加在棋盘上的,必须先进行注册,然后才能创建。 然后把棋盘窗口清空。 然后给它设置一个,然后我们把这个窗口内注册一下,我们需要注册一下这个类,那么在哪个地方注册?在这个行数里面,把它注册一下。 这样才能够加载进入我们的函数,加进我们的对话框中。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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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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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好,我出去一下 这样 把焦点放上去 然后我们来编译一下 看有很多错误 那么我们依次把这些错误给改 好 刚才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 还有一个函数尚未实现 就是那个接收之后的处理函数 那么我们还需要在Cboard版中 加入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函数的处理函数 同时 还有一些其他的函数 当时我们看到还有核起函数 以及其他的硬处的函数都没有实现 这里我们就直接从原代码里面拷一过来 这不再讲解 我们的函数加在筹键里面 我们的函数加在筹键里面 好 现在我们再编译一下 哎呦 核起函数 现在我们最后就需要加一个全局变成 全局的内 好 现在整个成绩游戏编写完了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善后工作 首先是这两个菜单 我们就去掉 然后把这个屏数给它当 这样才能融下我们的图片 然后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好 好 可以 看一下 对不对 这些都对了 好 我们需要把当前目录路路径改一下 全部改到 并目录下 并把当前工作目录改为并 好 这样就可以实现我们的代码了 好 至此整个代码的编写过程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将讲解 下面的五子齐测试 好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进行五子齐游戏的整合测试 首先我们根据测试用力文档 来进行调试 我们来执行我们的程序 然后按照操作主机 然后创建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主机是否正确 然后我们这个重新再点进去 这是已经保存是正确的 那么测试用0.1 就是网络连接 它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网络的连接 这个时候我们再其中一个 再点新游戏 再选择客户记 好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好 已经可以成功连接了 这样 相关的操作 好 现在网络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这时候等出 测试用力 测试用力 连接测试就通过了 然后 我们 再根据测试用力2 来进行 互动测试 就是由一方落字 另一方吃 另一方 另一方 是否有响应 走进落字 走进落字 然后追放 好 完全交付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 连接测试 就是 也是成功的 然后再进行输赢结果的测试 就是我们让一方赢 好 这时候 黑方这边 暗出胜利 白方这边 弹出失败 那么说明测试也是成功的 然后最后 我们再来进行一下 进行的测试 然后 黑方走出一个进手 就是黑方落这一刻就是禁手产生 直黑禁手连输了 中心灵对方就出现黑手 那么是成功的 那么还要进行一下 最后进行一下 四字的进行 黑在这里落下一次 就是禁手 这个看会弹出是没问题 最后还有一种禁手就是跳阔禁手 不是连在一起的禁手 看事后也会成功 黑方落一次 黑方落一次 会不会出现禁手 也出现了禁手 那么所有的禁手都是成功的 这时候我们就表示我们的测试是执行成功了 那么整个五指期游戏 这里就已经测试完成了 通过这个点 然后我们就需要填写测试用力报告 通过这几章的学习 相信大家对游戏开发五指期项目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由于时间的紧迫 这里讲解的比较粗略 详细的代码 大家可以参考光盘上的内容 并模拟写一下代码 希望各位读者通过本项目利益的开发 来丰富自己的实际开发经验 并应用到实际开发之中 性格决定命运 专注成就人生 好 在下一讲中 我们将学习其他游戏项目的开发 谢谢